最近有幾位熟口熟臉的朋友來了澳門 但一身打扮就有別以往 說的是大家的老朋友 Samuel Characters 原來他們是接受了澳門科學館的邀請 帶著任務而來 每個人都有獨特的身份 深受少女歡迎的Hello Kitty 是綠色建築及環保專家 布甸狗是天文學家 Lala和Kiki則是殖民醫生 他們一起化身為綠色科技帶子 展指科學館內外的綠色建築元素 科學館早於2016年 榮獲中國綠色建築與哲能澳門協會頒售 三星級綠色建築設計標識證書 是中國綠色建築設計認證的最高級別 同時也是澳門首個獲得這個榮譽的機構 就等我們一起跟著Samuel Characters 看看科學館有甚麼綠色建築元素 本來採用太陽光照明系統 透過高反者律的導管以及光學技術 將陽光從室外引進室內 可以節省照明系統的能源消耗 走到展覽中心 中庭採用玻璃天窗設計 可以引入大量自然光線 來到科學館和幾位超人氣角色打卡之餘 不妨掃掃旁邊的QR Code 齊齊做個綠色波記達人吧 在新的採用玻璃天窗設計 字幕志願